5月12号,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就日前召开的 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一大会举行学习座谈会 香港侨领及各侨界团体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畅序感受,互相交流 香港由其利益国家建设和民主振兴的天赋加瓦 以年大变时中终于国益加急 在台海新形势下,侨胞受团支持海外侨胞展开 缓足组统活动 表达海外华侨华人希望和平统一的最强声音 当前,香港正处在游致即兴的关键时刻 我们也正在从香港各界一道 为完善区域治理建议方案而努力工作 我们会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拥护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坚定不移地捍卫爱国者治港 一国两制行稳之源 座谈会上,众人观看了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相关新闻报道 与会代表,纷纷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香港桥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告诉记者 希望通过举办学习会 将中央对桥界的关怀更快更好的传递给香港桥界人士 凝聚桥心、汇聚桥利,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今次这个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北京召开 是桥界的一大城市 在习近平主席这么高度重视 高度关注桥母和桥胞的情况下 我们香港的桥胞也都深深感受到那份中央的关心 我们是要将中央的信息 将中国桥联的信息 是发放、发布给我们香港的桥界的社团 和桥界的人士 让大家可以也都感受到 今次中央对桥界的一个关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 在社团联谊大会上指出 海外桥胞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力军 黄楚基认为 港澳背靠祖国 有一国两制优势 恰恰可以成为海外桥胞和祖国之间 沟通联系的桥梁 未来希望能发挥以桥为桥作用 连接世界不同地区的华侨华人 我们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青年论坛 也都希望请世界各地的年轻的桥领 过来参加我们这个论坛 将我们请进来走出去的功能 好好地发挥 不少香港桥界青年参加学习会后 表示受益良多 对未来香港桥青的工作 带来更为明细的指引 我觉得有这一类型的分享会 都会对香港的青年 甚至乎桥界的桥友 一些新加入的桥友 都会有很多得着 都令到我们这些青年 可以更加了解到那个概念 还有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去向前行 我觉得在青年工作方面 我觉得我们更加要广泛地联系 为世界各地的华侨青年 令到我们可以跟随国家的步伐 尤其是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概念上面 我们继续发挥我们的中间力量 希望可以进一步 令到更加整个华侨的团体更加团结 接下来我们都会安排多一些交流团 带领一些香港的年轻人去国内 去深入去了解我们的祖国的发展 希望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到 就是说这个越港大湾区的一些机遇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个讲话都说 青年强增 国家强的 希望我们可以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一个贡献 对 我们作为侨青应该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要给我们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同胞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越港澳大湾区跟海南的自贸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希望我们可以作为内地和香港的重要桥梁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